蘭嶼居家關懷協會 於88年成立至今超過20年 日前就舉辦會員大會 即成立週年會員聯誼的活動 創辦人張淑嵐帶領大家時歌影唱 並祝福協會在疫情間 持續的散播愛的工作 也把握當下來愛人 不管是跟柯柯或者是林哥畢 你跟他聊天也都把握機會 因為我想不知道疫情會怎麼樣 搞不好有一段時間 我們又不能去會了 所以要珍惜這樣的一個時刻 發起人張淑嵐表示 協會是因著一群最有愛心 而義無反顧的義工們 所孕育出來的希望 聯誼會中表揚優秀志工 以及改選禮監事等活動 會員中有不少七十幾歲高齡的長者 年輕時就加入了協會 回想到在部落照顧暗主的 辛苦歷程 我們義務去送他們 送餐 送餐 去慰問他們 去探訪他們 我們那時候連河水的錢都沒有 你去幫助別人 你去愛別人 將來你老來以後 人家也會照顧你 協會表示 協助有需要的家庭來照顧暗主 而非替代家庭或親友的角色 希望社區居民人人都是照顧者 讓暗主在熟悉的環境中 安定的享受到人性化的服務 並期望有更多的族人參與 居家服務的行列 尤其新聞想買了一個大四人台東蘭嶼 採訪報導 作為替代家庭 蜚 boot 大家市場 汽車 在買 衛寶 衛 衛 感谢观看